今年2024美国总统大选 到底谁会是赢家 谁又是下一届白宫的主人呢 而现在在美国 已经开始进行正式的投票 而到底在这次的美选当中 有哪些看点 我们会逐一的带大家来解析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在这次的美选 真的非常特别 为什么呢 第一个提前投票的人数 是非常多了 来到了7700万人提前投票 这个数字是史上新高 再来其实为什么 在这次的大选 大家特别关注 就是川普跟贺锦丽的对决 两个人真的是杀到见血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人民调 是非常接近的 就算现在的摇摆州 封关民调来观察的话 依旧双方非常接近 所以有人评判说 在这次的美选 是数十年来最受瞩目的一届 到底贺锦丽会不会变成 美国的第一个女总统 又或者川普会重回白宫呢 当然非常有看点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在这一次 双方的竞争激烈 也激发出非常高的投票率 像是弗里达大学 政治学的教授就说 在这一次的投票率 会是每选上 史上数一数二高的 事实上 其实在上一届的 美国总统大选2020的时候 就已经创下了一个 非常高的投票率 当时的投票率来到了67% 专家认为说 虽然这一次可能不会像 2020年那一次那么高 但是同样也是在史上 数一数二的 但为什么呢 其实还是跟提前投票 非常有关系 过去其实提前投票 一直都是民主党的阵营 一直在鼓吹的一件事情 在过去的两次投票当中 其实这个民主党都说 你赶快去投我力求的是 票票入轨 票票入带 有票就好 所以说提前投票 在过次的两次选举 都是民主党非常重要的号召 但是以川普的角色来说 在过去的大选当中 一再喊说 你提前的邮寄投票 你提前去投票 基本上呢 是一个舞弊行为 所以他一向都鼓吹 共和党人 你不要提早投 提早投对我们 没有任何的好处 你反而是要当天去 直接把这个票投进去 才是最正确的 但是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川普一反常态 他说提前投票这件事 他非常鼓励 而且的确在这件事上 共和党也尝到甜头 尝到好处 在票数上 似乎的确有明显增长 因为从这个总统提前投票的人数 还有票数来看 的确创下了史上新高 来到了7700万人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刚刚我们提到了摇摆州 目前在这一次的美选当中 总共有7个摇摆州 要开票 真的是一个大功臣 尤其如果开票日 晚间东岸 还有五大湖区的摇摆州 没有结论的话 可能一路要耗上好几天 上一次在2020美选的时候 其实开票也花了 非常长的时间 一路到开票的那个星期六 才真的确定 谁才是白宫 总统主人 不过倒是有个地方 已经开完票了 就是新罕布夏州的 这个12个人小镇 叫做迪克斯维尔 他开出了全美第一张的选票 川赫两个人各拿三张票 过去在这边 大多都是民主党人获胜 你可能会很好奇说 这个地方会不会变成 所谓的章鱼镇呢 目前看起来非常难 为什么 因为从他过去的这个记录来看 希拉蕊2016年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是由希拉蕊获胜 还有2020年的时候 当年是由拜登获胜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在过去 这边主要都是民主党拿下 但是在投标前 各家的封关民调 也纷纷出炉 一起来看 首风琴演奏着美国国歌 选民投下手中关键一票 周二美国大选登场 新函布夏州 迪斯维尔诺契小镇 按照传统抢投降率先完成投开票 六位选民为美选拉开序幕 计票板上彩色字体写着全美第一 开票结果就如民调预测 势均力敌 贺锦丽与川普各拿下三票 这回大选共有8100万人提前投票 根据ABCCNN及纽约时报 先前出口民调 贺锦丽在提前投票中 有19%到29%的明显领先 不过华盛顿邮报指出 共和党选民提前投票人数 远超2020年 川普的大金主马斯克认为 这代表川普将拿下胜利 CNN的主持续投票 但艾莫森学院与国会山庄报 前一天公布七大摇摆州封关民调 显示川普领先四周 贺锦丽仅领先一周 维吉尼亚大学政治研究中心 塞巴托的水晶球最终预测认为 选举人票结果 贺锦丽将以276张赢过川普的262张 预测贺锦丽拿下密西根 宾州与威斯康星州 川普拿下亚利桑那 乔治亚与贝卡 就连赌盘胜选几率都难分宣制 最终胜率川普54% 小胜贺锦丽的52% 谁能登上大位 答案即将揭晓 对面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连线消息 我们连线给人在华府的特派记者倪家辉 因为家辉我想要请教你 包括在这一次的选前倒数时候 包括是贺锦丽还有川普 两个人纷纷都到了宾州要到最后的拉票 不过我们来综观这一次的贺锦丽 整个她的选举旅程来看 我个人说她是一个百日挑战 因为从她投入这个选战到最后真的选 只有108天 在最后的倒数时刻她到底说了什么 跟川普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把时间交给你 这里是华府霍华德大学 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母校 也是她选择等待开票结果的地点 舞台架好了 维安也大升级 美国时间星期二 这里将是全世界的焦点 前一晚投票日前最后一天 贺锦丽只锁定宾州 从拜登老家使宽顿出发 然后是艾伦镇皮斯堡 最后到费城美术馆 洛基台阶 进行最后一场造势 从这行程就可以看出贺锦丽 一定要拿下宾州的决心 虽然最后一天直播好宾州 但在这之前的一个礼拜 所有摇摆州贺锦丽都去过了 而且最后一晚的最后冲刺 七个摇摆州有同步活动 再透过全国直播串联 还有明星助阵 包括女神卡卡 欧普拉 瑞奇 马丁 在策略上可以说和川普很不同 贺锦丽阵营相信他们还有机会说服少数 还没做决定的选民 在传达的讯息也做了调整 一个星期前我们听到贺锦丽的演说 很多是在攻击川普 崇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以及警告川普对民主的威胁 但从周末开始有了转变 美国时间星期一 贺锦丽在回答记者问题时 没有提川普的名字 造势场重回七月 他刚投入选举时的乐观正面讯息 这次议题 堕胎权和边境议题都在前面 但不分党派同样有感的选民都感到是精进 因此幕僚认为经济相关的政策 还是会比攻击川普更有效吸引选民 那么这一次全国民调 还有摇摆州民调都呈现不相上下 也很罕见 最后阶段贺锦丽主推团结正面讯息 也和川普相当不同 那么Mission最后一天 开票当日我们会从霍华的大学 带来最新状况 的确搞好经济还是在这一次的竞选当中 不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 另外连线现场我们要交给记者彭慧瑜 慧瑜我想要请教说 包括你在现场关心到 这个川普的竞选场合 还有最后的拉票气氛 又是如何呢 把时间再交给你 再过几个小时 美国大选就要进行最终投票了 在选前的最后冲刺 我们可以看到前美国总统川普 真的是形成满党 因为他一连跑了四场的造势 那么这当中有两场都在宾州 其中一场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宾州的披兹堡 因为他是同一个时间 就和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 在同一个城市之内造势 那么两方的支持者 都会出动的状况之下 可以想见说市区的交通 想必是大打劫 那根据我们了解呢 很多当地的民众就说 干脆那天不上班了 因为怕说进了市区 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当选美国的眼光 都放在宾州的时候 就知道说 宾州这19张的选举人票 至关重要 因为这里的选民结构很特别 他们的城乡差距 还有他们的人口分布 导致于说关心的议题 也会有很明显程度的不同 像是在市区的选民 通常是比较支持贺锦丽的 而在乡村的选民呢 会比较支持的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经济上面的被剥夺感 让他们认为说自己的生活过得没有比四年前好 所以会倾向支持川普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两党候选人都很积极的 想要在选前最后关键时刻 在宾州这边冲出选票来 而我们的脚步现在已经移动到了佛罗里达州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和宾州非常不同的就是说 这里就是川普的大本营 所到之处都是川粉 那很多民众甚至跟我们表示说 他们认为川普就是唯一一位可以拯救美国的领导人 他们甚至认为说川普躲过了两次暗杀 那就代表了他所作所为都是要对抗政府体制 过去传统建制的人 所以他们相信他 那么这样子的想法当然是和其他地方的选民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也看得出来说这一次的美国大选 确实是很分歧的 而从选民的焦虑程度 还有外媒的关注程度 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选举 确实是全球都在关注 以上就是TVBS美选特派记者 彭惠云 周宇伦 在佛罗里达州的报道 谢谢惠云 事实上从数据层面上来看 你也可以发现说在这一次 为什么整个美国的选民 甚至全球都这么焦虑呢 因为真的咬得好近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封关民调 像是PBS News 他所做的全国最终民调 他的民调数字来看 这是整体的普遍普选的民调 贺锦丽是多一点来到了51% 另外川普是拿下了47%的支持率 但从男性选民来看的话 其实川普是拿下了51%超过5成 另外在贺锦丽的部分是47% 跟上一次做这个全国的普选民调的男性的选民类比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数字还有当中的差距是有稍稍缩小 再来呢在女性选民的部分 贺锦丽还是拿到超过5成5的支持率 但是同样的过去的领先的范围是比较大一点 来到了18个百分点 但是在选前的最后关键倒数时刻 双方的差距呢 川普迎头追赶了 让双方的差距只剩下11个百分点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爱莫森大学 他们也做了一些相关 针对摇摆州的民调 后来发现说拿下最多摇摆州的是川普 我们先来看到像是密西根州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15张的选举人团票 就是贺锦丽稍微的占上风 但是也有打成平手的 包括是内华达州还有威斯康辛州 至于在乔治亚州 北卡州还有宾州 以及亚历桑那州这4个州呢 就是川普目前看起来比较占上风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摇摆州 等于说当周49张的这个非常多的 这个选举人团票当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的角色 但是以目前入带的数字来看的话 像贺锦丽渴望笃定拿到226张选举人团票 另外在川普的部分的话 是219张选举人团票 这是为什么摇摆州的数字 摇摆州的票变得这么关键 但是我们再回过来看 在全国的最终民调来看 我们说贺锦丽赢了川普4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刚好也跟上一届的 美国中文大学最后出现的数字也一样 当时呢川普也输拜登4个百分点 当年是由拜登胜出 但这一次很难说了 但说到川普每次造势 似乎呢也都拿台湾来消费 他说中国代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如果打电话来谈台湾问题的话 一定是打给他 绝对不会打给贺锦丽 都已经是投票日凌晨零点了 川普选前之夜 迟了两个小时才开始 跟前两次大选一样 都选在密西根大吉流程 这回还讲到台湾 川普虽然贺锦丽没人认识习近平会理他吗 反正都已经全剧中了 川普把拜登陪洛西一次骂个够 川普还说自己这次大选一共跑了930场活动 而他的对手贺锦丽 选前职业固守宾州废城票仓 丈夫任德龙陪他走完选战最后一里路 贺锦丽还是没有对川普指名道姓 主打大团结 贺锦丽的催票王牌明星战队全来了 有天后女神卡卡 民主持人欧普拉 同场还有拉丁裔的歌手瑞奇马丁 简直就变成演仗会 最后关键贺振营要想尽办法 把基本盘催出来 就能够打败川普保住政权 T恤宗报导 所以这次我们为什么再说 选举人团票 特别是摇摆州的选举人团票 这么重要 因为光是在摇摆州上面 就拿下了93张的选举人团票 所以当然非常重要 一定要抢下来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如果现在 有没有可能是双方打成平手呢 如果真的包括是川普跟贺锦丽 打成平手的话 分别刚好过了 这个269张票的话 又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来关心到美国的总统制度 他不是跟台湾一样 是总统全国的普选 而是走的是赢者全拿的选举人团制 所以总共有几张票呢 有538张的选举人团票 你要拿到270张票就过半了 但是如果双方都没有拿到了270张票 而是269比269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到其实真的有剧本会出现这个状况 我们刚刚说摇摆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个剧本是贺锦丽拿下了威斯康星州 密西根州还有宾州 这三个州三个摇摆州 而川普拿下了乔治亚 亚利桑那还有内华达 以及北卡的话 基本上就是会出现了269比269 这样子的尴尬局面 如果各拿269张的选举人团票的话 国会就会进行了全变选举 上一次的出现已经在1800年了 一周一票 而且选举人必须要赢得50周当中的多数选票 但是目前看起来真的 这个机会不大 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出现 但是也有一些非常尴尬的情况发生 例如说 其实怀二民州的50万人的选票 其实可能跟加州的3900万人的选票 其实价值是一样的 而且也会出现了这种票票不等值的情况 当然是非常尴尬的 再来看到华盛顿本身有三张的选举人团票 但是他不是州 所以如果真的到时候举行 所谓的全变选举的话 他是不能投的 再来恐怕会出现政局上的动荡 包括是剧烈的分歧 还有长期的宪政危机 从现状来看的话 可能对共和党有利 因为到时候可能众议院 要选的是总统 另外在参议院部分 选的是副总统 当然恐怕会出现 对共和党比较有利的局面 不过说到共和党 之前共和党的大力支持者 也是川普的大力支持者 是马斯克 他举办了百万美人的抽奖 被认为违法 但是宾州法官的看法 可能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 他认为这个活动是合法的 理由是得奖者不是随机抽血 而是内部指定 所以并不违反选举法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为了挺川普 举办每日百万美元抽奖活动 废称检察官以非法乐透为由起诉 但宾州法官裁定 抽奖活动并不违法 马斯克的律师在听证会上坦承 抽奖并非随机 实际上是根据谁最适合成为 支持川普理念的人 来选出赢家 比起奖金更像是给酬劳 因此不违反选举法 马斯克烧钱力挺川普 他还夸口要替川普削减 两兆美元的预算 不过旗下公司特斯拉与SpaceX 却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合约 并受惠于联邦资金的投资 及税收减免被认为有利益冲突 这次选举民主党有打不完的明星牌 歌手Catty Perry Christina Aguilera 都接力替贺锦丽站台 这次美国大选预估总支出高达 159亿美元 打破上届151亿美元的最高记录 成为史上最贵选举 而根据央视新闻统计 83名亿万富翁支持贺锦丽 其中还包括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另有52名富豪支持川普 TPS新闻总和报道 而现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最后结果会不会变成 全球经济的黑天鹅呢 现在很多的经济学者 还有很多的企业 也都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我们先来看到一些 相关数据的部分 包括是美国的房贷率率 在五个星期之内连涨四次 再来呢 在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的 这个星期其实有非常重要的 关键经济指标出炉了 我们先来看到发布了就业报告 这个就业报告呢 是10月份的就业报告 总共呢 在这个月创造了12000个就业机会 或许你看这个数字好像很多 但其实这个数字是 拜登上任以来最低的一次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 川普超开心的 他认为说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分项 这是刚刚发布的就业报告 还有这个礼拜 当然还有美国的总统大选 以及呢在星期五的时候 台湾时间星期五 联准会就会公布了 到底要不要降息 目前看起来的话 降息一码的机会 是明显偏大的 所以在总统大选这个星期 哇面临到了三大最巨风险日 当然对整个全球的经济动荡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到底会如何影响 之后再看 但我们先来看到 如果以这个川赫两个人在经济上 还有目前他已经对外输出 对外说明的一些 他对全球经济的看法 我们是可以稍微端顶一下 未来全球经济的变数 我们先来看到 台湾的商业会顾问 戴照扬他是怎么看的 他说我现在不论是川普 不论是贺锦丽 两个人都是以在 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 各国其实都很担心 不论谁掌声都会加强更深化 这种所谓的保护主义 其实我们先来看到 包括在贺锦丽 其实他本身也是把中国 视为一个非常大的假想敌 但是他可能用的方式是比较间接的 他用小院高厢的模式 专门锁定中国大陆的高科技 来进行封锁跟发展 而是联合其他盟友一起 当成自己的盟友 还有朋友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 这是他的做法 但是以川普的方式来说 就比较tough 比较强硬了 他用的是一个关税治百病的方式 只要你跟我不好 我马上就祭出高关税 大家印象很深刻 在他上一任跟中国大陆 就展开了所谓的贸易战 而现在他已经放话了 他觉得全球应该都要遵美国为王 所以在一般国家的话 他可能会调整你的关税 会来到10到20个百分点 但针对中国大陆 他喊话咯 要来到了60% 而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就有可能让全球的经济跟着重挫 所以说这是最难以预测的变数 也跟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息息相关 但是我们来看到 以全球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国家也都非常关注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民调了 他显示说 其实更多的民众 是支持川普的 因为他们认为川普支持他们 支持以色列击败哈马斯 美国迈阿密这家美法沙龙 海地老板忙着招呼客人 墙壁上则贴着贺锦丽的海报 比起对移民不友善的川普 他们更希望民主党获胜 因为川普称海地移民会吃宠物 海地移民担心川普当选 小孩也会遭到霸凌 虽然贺锦丽有印度血统 不过印度却有民众力挺川普 首都新德里 川普铁粉举办祈福法会 不仅为海报带花圈 还有迎送仪式 希望川普胜选 另外川普与贺锦丽 地缘政治观也大不相同 中东冲突上 川普力挺以色列 击败哈马斯 贺锦丽则支持以巴 一边一国的两国方案 北赫锦丽视为美国头号敌人的伊朗 德黑兰大楼写着打倒美国 在他们看来 无论谁当选 都不会改变美国对伊朗的态度 大陆方面CNN分析 北京密切关注美国大选 但同样不认为美中关系 会因特定候选人当选 获得改善 VBS新闻消灭政策一届综合报导 所以到底谁是下一届的 美国白宫主人呢 当然要锁定我们TVS新闻网 所制播的 2024决战白宫 美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从台湾时间明天早上的 九点钟一路直播 到下午三点六个小时不断电 为您随时掌握 美选开票的最新动态 有我还有心仪 以及正义以及家荣 都会跨海为大家随时掌握最新的美选动态 不过说到家荣 刚刚很多直播区的观众朋友也都在说 家荣去哪里了 家荣现在在美国采访美选的最新报导 而他也帮我们开箱了 到底美国人是如何投票的 一起来看 台湾的观众朋友 如果要描述您的选举经验 大家的答案都会是 在政府公告选举日的当天 到您的户籍地投开票所 投下神圣的一票 但是在美国 制度跟台湾不一样 而且相对蛮复杂的 有三种投票方式 第一种呢 我们很熟悉 就是在选举日当天到现场去投 第二种呢 是您可以提前到投开票所来投票 截止日通常是公告选举日的 前一个星期五 或者是您真的不方便到现场去投的话 也可以请政府先把选票 寄到你的家里面 你再放到油桶 或者是呢 放到官方设置的投票箱当中 还有一点跟台湾蛮不一样的是 只要你是亚利桑那州 登记在册的选民 你可以自由选择要到 哪一个投开票所去投票 那你可以事先呢 上网来查询 李家中最近的投票所 还要哪里呢 等待的时间比较短 跟人潮比较少 像另一个区域的投开票所呢 目前等待的时间是50分钟 总共有177个人正在排队 美国大选投票跟台湾相比 多了一些科技感 又让选民的投票体验快速方便 但请注意 不像台湾投票通知自动寄到家里 你得先做这件事才具备投票资格 是不是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你一定要去注册投票 那如果说你提早 你有签提早投票的话 他就会寄一个就是这种 通讯投票的这个packet 像这样子 他是Adrien 在美国住了将近30年 参与第五次总统大选 要请他带我们来体验 提前通讯投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arly voting的通讯型 大概就长这样这个样子 两张 有两张 对 因为今年议题比较多 所以他两张 然后分两页 密密麻麻 像是考卷一样 从总统周一元到郡的检察官 所有要选举的项目 分门别类 整理在两张纸上 画记方式也很像考试 不同于台湾要盖印章 美国的选票 得用黑色原子笔 一格一格填满 让机器来读取 Tenadrian在画记的同时 我们来看看 每位亚利桑那州选民 都会收到的这一本 选举指南 其实你看到这个厚度呢 还蛮厚的 像是台湾的电话不一样 他会告诉你的选票上 究竟会出现哪些东西 那翻开来看看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主要 比较是针对榜总统大选的公投提案 做很详尽的介绍 像今年亚利桑那州至关重要的堕胎议题 现行的法规是 非必要情况怀孕15周之后禁止 那公投呢 要将它延长到24周 另外今年全美有8个州 包括了密苏里 科罗拉多跟内华达 也都会针对这个议题来进行投票 选举项目又多又繁杂 过了好一阵子 Adrian才完成他的选票话计 把选票放进信封里面 慎重的签名 毕竟少了这个签名 这一票就不算数了 之后我们驱车前往附近的票所 准备投下他神圣的一票 封好信封之后 你可以直接投到 投到你家自己的信箱 油桶里面去 然后就是让邮差 然后就是一个一般寄送的方式 那美国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它可以 你有一个票轨 那你可以自己进去投 那我今天要做的是 我会进去里面 然后把这个已经封好的信封 直接投到票轨里面这样子 这是两者的区别 站上对好像比较安全一点吗 因为你请邮差 可能还是会有寄丢的风险 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是比较习惯 就是说还是把它投到票轨里面 所以其实跟你自己来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比如说你已经在家里面 提前先把你想要的选票 都已经都先填好 只花了不到两分钟 Adrian入内把选票丢进票轨后 贴上和选票一起寄来的贴纸 为行使公民权参与历史 感到骄傲 另外这一位也刚刚完成投票 而特别的是她自己本身也是候选人 我的名字叫陈柔恩 我在美国出生 然后在圣河西长大 年仅27岁 安妮塔是今年这场选战 美国全国候选人当中 年纪最轻的一位 亲自来到票所提前现场投票 手写和机器画迹两个方式 她选择了后者 将选务人员提供的卡片插入机器内 开始在触控荧幕上点选投票 全选完毕后选票会印出来 而选务中心还提供了保护隐私的资料夹 确保选民的选票内容不会曝光 之后得将选票拿到旁边的机器 系统会读取并储存选票 这样才算是正式完成投票 而这一票对安妮塔来说意义重大 让她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更进一步 从小就听到附近的阿姨或叔叔们会说 哎呀这个政治是我们没有办法参与的 或者我们政治的声音太小了 所以我想我的角度 我的希望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发出他们的声音 安妮塔虽然是政治新秀 要挑战寻求五度连任的民主党对手 但出生之毒不畏虎 加州为人诟病的治安败坏 她认为要从根本原因着手处理 加州的治安到底遭到什么程度 走在旧新山市中心的联合广场 随处可见贺枪实弹的保全和警察 旅居加州超过30年的作家卢宇特别有感 前两天有一辆车子 我不知道在哪一面窗 把那个门店门撞破 想进去抢 当抢劫成为日常 共和党把矛头指向 贺锦丽检察长任内公投通过的加州第47号提案 将毒品和非暴力窃盗罪降为轻罪 以入店窃盗来说 店家财务损失不超过950美元 嫌犯只归背叛罚金或拘役 这条街应该算是楚河汉界 这一半过去右边是长达档 或者是接近Bissons 这边左边这一半过了这条街 后面就是Tenderloin 同样在市中心 开车不过两三分钟的距离 街景开始变得相对脏乱破败 既然常住街头的流浪汉 衍生出毒品和犯罪问题 那只法案通过的有道理吗 我相信如果不是贺锦丽 也会有这个法案的催生 因为有这种公益团体提出这个法案 然后大家一票一票投出来 加州的监狱已经爆满 那如果你不把这个违罪 这个标准把它升高的话 就是让不要那么多人入狱的话 势必监狱要释放一些人 那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宁可让这些违罪的人不入狱 而不要去放掉那些 已经入狱的重刑犯 当年的法案有其失控背景 而这所谓治安问题 牵扯到贫富差距和毒品滥用 要追本溯源实在是盘根错节 但加州人也希望能有机会改变 大部分人都受够了 这个无法无填 的确是无法无填 并没有要袒护这个 今年推出一个叫36号法案 它不是把这个法律回收 把这个法案后面加了一些修正 也就是说如果你连续两次犯 这个就不受这个950的保护 或者说是你有组织的犯罪 也不受这个保护 或者说你去偷取是大宗转卖的 而不是说自己购买的话 它也给你可以用重罪来追溯 旧金山靠着无限创意 成为辉煌的科技聚落 但这样的开放与包容 也酝酿出犯罪丛生的副作用 所有的好与坏都在这座城市 展现最真实的样貌 TVBS新闻网欧国强业佳容 美国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